香港是中国唯一能公开纪念六四或悼念刘晓波的地方 追思会星期六晚开始后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宣布为刘晓波默挨一分钟 向刘晓波同向三鞠躬 参与人士手持蜡烛以烛光悼念刘晓波 现场有一百多人 追思会在要开始前遭到四五个中年人的骚扰 与现场工作人员口角 需要警察干预将他们劝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表示 港人悼念刘晓波怀念他一生追求民主的精神 同时也是对港人目前坚守一国两制下的自由空间的抗争的鼓舞 第一方面当然我们是刘晓波 我们要记住他争取民主的自由的精神 第二方面我们知道刘晓波是在狱中 没有受到好好的照顾 尤其是他的医疗的照顾 所以说最后是因为很延误了对他的治疗 所以他死在狱中 现在我们非常关注狱中很多医见人士的健康问题 比如说王岐就是我们最关心的 当然我们现在也是非常了解 如果中国不能实现民主的话 香港的高度自治跟民主是很难得到实现的 1955年出生的刘晓波 曾因参与1989年 有学生发起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而被捕入狱 曾担任两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2008年 刘晓波因发起和参与起草主张 宪政民主的淋巴宪章 遭中国政府逮捕 第二年被以删颠罪 判刑11年 2011年 狱中的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2016年6月突然传出 狱中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 6月底官方正式消息 7月13日刘晓波便在沈阳病逝 许多人对刘晓波去世有质疑 认为他是被当局肝癌死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 谭家起香港报道 原来公约10周年 这个公约从没人